可以了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清炒西洋菜 西洋菜一般是在年代西洋菜最美的 而现在不是市场菜 但街市都可以买 我很喜欢吃西洋菜 我买了一盏 除了白灼、煲汤、滚汤 也可以清炒 西洋菜一炒过去 它是不硬的 要炒到紧紧熟 它就脆口 当然你炸的时候也要讲究 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 炸的时候最好就短一点 这样 一炸一条一条长 有枝有叶五一段 一段就这样 要有长度炒出来的叠菜 吃起来也很好吃 那这些西洋菜 我已经是洗好了 西洋菜回来 你首先就把它炸好 炸好之后 你便洗一次 清洗一次之后 第二次用一些苏打粉浸浸浸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不用浸太久的 第三次就清洗 你喜欢洗第四次都可以的 香料就有葱酸和姜片 有少少红椒 红椒其实是不辣的 只要搅拌一下 这里有半茶匙的生粉 少少的 半茶匙的糖 放入一汤匙的蠔油 这里大约是四分一度的盐 我们加少半瓶水 家里有花雕酒 加少少的 搅拌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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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少少的麻油 一个薄薄的芡 盐可以将菜出水 你一出水 它就很快出水 所以这些芡 可以的时候才放下去 西洋菜要快炒 中途不要放盐 不要炒得过熟 你不要以为它会炒久一点 西洋菜越炒久越硬 将水分全部炸出来 特别加了盐 所以我们要掌握好时间 放甜味料的时间 稍后烧热锅 放油 有猪油 也可以放少少 蒜姜爆香 蒜和蒜爆至金黄色 切成龙 现在我们下菜 放任何时 下菜 煮到冷净 冷净 烤锅 不要这么早翻 有少少时间调用 10多秒 你觉得稍微软一点就可以翻过来 十多秒就把味道翻过来 把味道翻过来 放在锅上 放在锅上 可以了 放在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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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入锅上 这个正式的快手菜 很快脆的 清炒西洋菜 先试一下 OK 嗯 非常酸 现在不是贵的 四身都挺好吃 没有苦味 没有稀味 不错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